今年港股表现反复,于一月创历史高位33484点后走势波动,并于下半年呈现下跌趋势,受到中美贸易战困扰,市场忧虑环球经济增长放缓,且对本港上市的企业盈利构成负面影响,故投资气氛相对疲弱,相信贸易战于2019年营会左右股市表现。 但由于中美双方已积极谈判,因此可留意事态发展,目前恒指的现价市盈率只有不足10倍,较10年平均的12.2倍为低。 估值相对吸引,港会于4至8月一直于7.85的低位徘徊。 近期开始回稳,资金未有流出压力,虽然临近年结导致银行同业策息抽升,但本港银行并未跟随美国加息,料本港银行体系资金仍然充裕。 其实,港股今年主要受内地股市主导,移户中指全年反复下滑,主要因内地经济增速开始减慢,预期明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会下调。 另外,中美贸易战导致内地的政策方针略为调整,将政策重点放于支持民企及小微企业发展,推动基建投资达标等,以促使资金落入实体经济。 去杠杆及去库存的进程或会略为减慢,料去杠杆将会转为稳杠杆。 另外,内地的政策要更为灵活,预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,并会适时预调微调。 货币政策要松紧息度,以推动经济增长,今年人民币汇率受中美贸易战,影响层跌至接近七算的水平。 市场担心人民币汇率一旦持续下滑或会引发资金流走。 为目前内地努力稳定经济状况及股市表现,监于户中指的市盈率仍处于低水平,预期或呈现一定吸引力。 尽管A股及港股表现波动,但美股今年表现仍然相对较强。 为预期美国企业的盈利增长或会减慢,且就业市场或会转弱。 虽然联储局表示明年仍会加息两次,但美国经济增速了会下滑。 美股的牛市已持续10年,股值一直处于高水平,但近期美股出现调整压力。 股值开始回落,由于美股才刚开始调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